之后 沙老师又帮一个精通理科 却讨厌国语的女生 克服了语言的障碍 那女生姓田奥 国语超烂 因不上表达 只能大啦啦地要求老师 喝下她亲手调制的毒药 沙老师一开始还配合喝 但很快就反过来利用 专门辅导的机会 要求奥田帮自己调制一个 非但杀不死她 反倒还能增加细胞流动性的毒药 他告诉奥田 在完美的毒药 没有配合精巧语言 编辞出来的谎言 终究也是白大 就这样 沙老师靠这种奇葩教学的方法 激发了奥田 对国语的学习欲望 其他学生在她的教导下 也愈发热爱学习 如此大的转变 惊动了前言理事长 理事长一手勾住了一般 低层鄙视链的阶级制度 她的理想是建立一个 5%的人偷懒 95%的人勤奋工作的团体 根据她的理念 5%的一般必须构产 才能贬测95%人的努力 她就是靠这种手段 将门俱中学改造成 守去一职的明星学校 她警告沙老师 任何试图改变一般的行为 都是不被允许的 也许是被理事长刺激到了 此后沙老师 利用20马赫的高速分身 开始卖力地为学生 进行一对一教导 目的是让全班 在期中考中考进前50名 同学们一开始都觉得 这目标很扯 试卷里的每一道题都是巨兽 轻而易举的就能将他们 记得魁不成军 主也屡屡怯战 但她突然想起 老师教的诀窍 眼前的巨兽 只要细心观察 并加以肢解和解剖 就能发现问题的核心所在 和主一样 其他学生也想起了沙老师的教诲 一时之间 考场上的巨祸氛围一哨而空 大家纷纷对待如流 下笔如有神 不料半路杀出程咬金 这次的考试题目 竟然很多都不在出题范围内 乌坚老师抗议 却无济于事 因为这种题字 是专门针对学校性质设计的 理事长沈志 在主校亲自出任 传授学生们 如何应对考试范围变更的方法 沙老师被摆了一道 自责消沉 见止情景 也将自己优异的成绩单 摔到桌上 并挑衅沙老师 沙老师瞬间被刺激到 扬言要复仇 大家心中的阴霾 就这样被一哨清光了 期末考定二一学前辞 这是师生一致的信念 为期三天的京都校外 教学开始了 防卫生聘请了一位 擅长狙击的职业杀手 红眼 在一般学生协调配合下 展开了练杀沙老师的行动 同学们负责选好狙击地点 诱导沙老师做出某种动作 提供红眼一个方便的狙击视野 红眼的狙杀成功率 堪称百发百中 其外号源于 狙击境里总是建筑 目标的红色血液 这一次想必也是胜券在握 结果根本超失败啊 红眼头一次被击沉了 那生物的速度和防御力 完全无懈可击 更令他恐惧的是 那家伙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存在了 闪烁着不像红光的他 特地找上门来 结果请他吃火锅 沙老师请客吃饭 主要是想感谢红眼 拖这次暗杀的福 一般学生都对京都做足了功课 为了不止周密的暗杀计划 学生们学习到不少的京都历史 地理和人文知识 沙老师他从一开始 就非常期待他们的暗杀成果 红眼被他嘴抱得无话可说 他向无间表示 自愿退出暗杀 因为此次与沙老师的交手 令他发现自己的不成熟之处 红眼不想再徘徊杀手生涯 想要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多看看其他颜色 那么沙老师有多万能呢 在搭配红眼玩暗杀游戏的同时 已经救出两位被绑架的女学生 那两个女生是跟竹叶 山野及奥田 同一个休学旅行组合的成员 律法的叫毛叶峰 有个叫神奇的好友 神奇是一般般化 原本凭学兼优的他 因为被严格的家教 压得喘不过气 开始改变装扮乔克 出入电邮场所 以至层级遗落千丈 沦落一般 至于绑架他们的人 是一群八加九的高中生 抽烟打架乔克一个部落 他们手上 握有神奇黑历史时期的把柄 以此想让他 和躺枪受千人的风恶朵 不过就在主义行人前来救人时 沙老师来了 他一边吊打八加九 一边暗暗鼓励神奇说 无论是要栖息在轻流里 还是着流里 只要积极向前游 就能成长为美丽的娱乐 神奇扩然开朗 积压心底的阴满云甘雾散了 他终于明白 最重要的是内在的自己 只要能积极向前努力 无归于己 那就不必在意他人的目光了 这天 一名特殊的转学生加入一班 他是政府为了补足 暗杀战力而增派的帮手 自律思考固定炮台 炮台同学 外表是个巨大的迹象 屏幕上有个无感情的 女人妹子形象 迹象可深处炮管 朝沙老师发射枪林弹雨 更屌的是 炮台同学 是挪威开发的AI 能够透过一次次的设计自我进化 以改良武装程式 并修正弹道的方式 完善举及技巧 这道系统确实惊人 沙老师起初还能游刃有余 闪开弹幕 但很快就被击中了右手指尖 鉴于不能伤害学生的契约 他也无法反抗 然而炮台同学 几乎每堂课都会发起突击 这些BB弹 虽然不会伤害到学生 却大大干扰的上课秩序 最后有同学烦不胜烦 用交代疯了他 当晚 沙老师对无计可施的炮台同学 说教了一番 教他要懂得跟班上同学协调 随后在他体内 只如设计模拟软件 APP及追加记忆体 将他的暗杀性能大幅提升 改造成一个 有了更高级的智能感情AI AI困惑不解 这么做不是对沙老师 没有任何好处吗 沙老师回答 老师的职责是教了每一位学生 既然你缺乏沟通协调能力 那老师会帮你改进这点 看了这情感丰富 对同学的嘘寒温暖 自偏人美少女 同学们都惊呆了 得知是沙老师干的好事后 他们为炮台同学取了个名称 小绿 改良后的小绿 十分善解人意 一步步在学习 如何跟同学协调 很快就赢得了全班的喜爱 不过 他的异常引起了开发者的注意 他们是把小绿 当战成兵器用的 可不希望他有 无助暗杀的自我意志 于是连夜将他改回 无情的暗杀机器 隔天一早 就在大家心惊胆跳 他又会开启 无情射击循环模式的时候 原来昨晚的修正过程中 小绿判断协调能力 是暗杀不可获取的要素 固在开发者的眼皮底下 将协调能力 隐藏在记忆体流了下来 不得不说 也许这就是机器人的叛逆期吧 此外 小绿进化得更高极了 他的能力不仅可以用于 收集情报和通讯 还能变成全方同学的手机APP帮助他们 小绿事件告一段落后 紧接着就是碧琪老师的问题了 他因沉迷教书无法自拔而被师父 杀手罗夫洛 认定无资格 执行这下暗杀任务 要他收拾东西滚蛋 沙老师出面反对 说碧琪老师作为杀手是大便 但当老师却很合适 他建议碧琪老师的罗夫洛比试一番 谁能先干掉无间就算赢 当然武器是对老师专用的匕首 罗夫洛率先出手 乌坚挡了下来 罗夫洛毕竟是一把年纪的隐退杀手 杠不过年轻的人 这让全城观战的碧琪有点慌 但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明知乌坚不吃这套 却还是又色又老招 罗夫洛感叹着家伙真是巴嘎 但沙老师否认 你徒弟是擅长挑战 并克服的专家 十国语言和教师一职 都给他攻下了 你以为他来到这里就不再努力了吗 比奇在教书的奸细 一直在精进暗杀技术 钢丝陷阱 是从罗夫洛那里效仿的 最终 这场小型比赛 以比奇老师成功压制无间结束了 同学们都对他佩服自己 软起了挑战更多暗杀技巧的欲望 见此 罗夫洛也无话可说了 他允许比奇老师留下来 祝福他后玄机便离开了 今年一般又加入了一位学生 一个砸墙物士 衍生吓人的男生 枯布密城 密城原本是作为 小绿的搭档送进来的 但因为要调整性能 而延后入学时间 他的监护人被称作白 是一位身穿白装的神秘科学家 负责监督密城 和协调他的暗杀行动 而初登长密城 也不给大家喘息的时间 直接投下一枚深水炸弹 沙老师一脸懵逼 我什么时候有弟弟了 午休时分 白提一兄弟间 来场离台比赛 随着脚超出离台外 就得被当场猝死 决斗开始 沙老师还没反应过来 触手就被斩断了 而打出伤害的武器 就是密城法上无动的触手 看着跟自己一样的触手 沙老师瞬间勃然大怒 只问那些触手哪里搞来 白没有回答 不过他承认 密城的触手 跟沙老师的触手 是同样共留的 因此 两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兄弟 白朝沙老师射出压力光线 使他的细胞产生扩容现象 全身变僵硬 他靠每月一次的褪皮 才逃过时间 软的脱皮很耗力 加上再生断掉的触手也不容易 沙老师的行动速度因而减换 结果就是脚瞬间被炸爆 下一秒 密城自相老师的触手 就统统断掉了 组织才发现他们的匕首 不知何时被老师夺走了 匕首是对老师专用的武器 自然也对密城有效 沙老师把脱下来的皮抱住密城 立刻跑往室外 还不忘说教 密城平时最恨念书 被老师念得抓狂 当场奔发出黑色触手暴走 白朝密城射出震惊计 制止了男孩的暴走 并扛起他 声称他的精神不稳定 需要休学 沙老师还想知道更多事情 但手刚搭上白的肩膀就融化了 白的服装 是以对老师专用的纤维做成的 沙老师无法碰到一根汗毛 只能眼睁睁看着白 扛着密城离开 那两人走远后 同学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大家发现 自己行踪其实并不情愿 假借他人之手 干掉沙老师 于是便请求乌坚传授他们 更高界的暗杀技术 大家已经下定决心 要结束掉沙老师的性命 至少得由他们精致动手 乌坚老师组织的地狱集 魔鬼训练拉开序幕 针对沙老师的暗杀行动 片刻不停息 同学们的暗杀能力 还能跟上一层楼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